花莲今天上午强震多处民众受困 初步估计太鲁阁国家公园仍有数百人受困山中 许多矿区也有人员受困 太鲁阁国家公园持续确认入山人数 并在进行受困山中民众相关的安置作业 经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清查 今天共有215对680人申请入园 太鲁阁国家公园成立紧急应变中心 正在联系进入生态保护区登山队伍 即日起停止入园 根据统计园区住宿游客人数 员工加上旅客共有600多人 花莲区政府发布讯息表示 太鲁阁国家公园受困12人 已于下午6时9处7人留宿酒店 5人安置于活动中心 太鲁阁国家公园 德卡伦步岛一行有7名游客 其中3人遭落石杂重死亡 4人下车到游客中心 原期住宿游客包括 京津酒店、天翔活动中心 住客以及工作人员约600多人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将做好紧急应变相关的作业 精英酒店50多名员工 搭巴士上班途中受困9启动 其中3名员工傍晚徒步回到饭店 报平安 后续待公路抢通后 进一步确认民众状况 台泥子公司和盛矿业员工59人 加上外包商工共9人 因为地震造成落石 矿区对外道路中断导致受困 目前台泥已将所有人员 集中于矿区办公室休息 等候道路开通 山上备有紧急发电机 让人员可保持对外联系 今天台泥和平场 一度透过秀林香公所调整 协调政府派出救难直升机 希望空投物资 但因为农物折返 山上目前尚存粮 台泥表示 矿区道路已抢通了一半 预计明天开通接人员下山 另外 秀林香和仁荣昌 矿区六人受困 一人失联 沿路落石 踏坊阻隔 目前受困人员就地找安全地方休息 搜救人员将于明天 视情况上山救援 音乐 明天 谢谢大家